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断了前程 我跟谁在一起 都跟别人没有半点关系 我不想知道别人怎么样 我就想知道潘儿怎么样 他为什么会被迟安带走 又为什么会起冲突 为什么会接了血 那你既然这么关心他 干嘛不自己去问他 好 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 我现在是不敢见的 咱们什么事呢 我跟他 应该是不会真情的 我要不然带三位养子 去尝尝东京城的小吃 王城寺的人 喂 大白天这么快在哪 这边算谁的呀 你没事吧 潘儿 搞什么鬼 潘儿 赵娘子他们在前面 快去 我问他为什么会跟吃盘在一起 是不是受到什么解剖了 潘儿 真的不想跑人家 快去 是 谁在那儿喧哗呀 谁在那儿喧哗呀 好久不见潘儿姐 这不是吃牙内吗 潘儿姐 你之前跟他不是有过节吗 怎么现在这会儿跟他走到一块呢 你根本就不认识吃牙内 这全东京的人谁不认识吃牙内啊 潘儿姐 我刚回东京 才知道这个汪月楼和茶坊的事 你还好吧 他 着地儿呢 怎么没看见他啊 你是自己想问 还是替别人问他 这我当时替自己问的 你没事就行潘儿姐 那个还有啊 这个吃牙内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千万离他远点 要有什么事你赶紧叫人通知我 我呸 你晓得算哪路神仙啊 本家那儿怎么就不是好人了 你没点儿像好人你 我哪儿不像好人 既然断了前程 我跟谁在一起 都跟别人没有半点关系 没错 昨夜清风大雨 今朝晏阳四射 我和潘儿一见如故 我刚在永安楼 把酒言欢促息长谈 尹章三娘他们都是见证 包长哥 是不是累了 旁边这个绸缎铺也是我开的 你请去坐坐吧 你请去坐坐吧 真是个没有的男人 陈安内 一会儿啊 你准备个火盆 让潘儿跨一跨去去煤气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人听你了吗 三个小子 你别说 三个小子 谢谢大家